宝贵的文化遗产 丝绸工艺领域 代代相传的骄傲 南奔娟花丝绸 如果要说到丝绸的美丽 被认为是泰国无价的手工艺和手工艺遗产 在这份令人骄傲自豪的榜单中 排名最靠前的是南奔娟花丝绸 宫廷的织布技术 深入南奔人民的心 南奔府坐落在泰国北部 有着重要的农作物龙眼 以及悠久的纺织文化和风俗 出现了南奔人民最骄傲自豪的艺术 即南奔娟花丝绸纺织 南奔娟花丝绸 是具有泰勒族贵族阶层特点的纺织 达拉拉斯米公主 恢复了娟花丝绸的生产 将知识应用到实践中 直到制作出精美图案的娟花丝绸 并且在皇室内部传播知识 后来 娟花丝绸开始向大众广泛传播 通过附近居民的练习 直到拥有良好的娟花丝绸纺织知识 使得南奔娟花丝绸 具有独特精美的花纹 帕米打斗暗腐独特 美的练习 章年语源,如果是10! 10农的造型的练习 帕米打出rir 每年的练习 发明了 亚权阻的练习 这是亚权 的亚权 层环不是内秤的 我们只是有的 因此,它用到达每 给打的练习 本身是心情形、肥結似的情形、肥結的比較多 把線形形形形成一個標誌 塗現缺頭而成圖結的標誌 圖結全是比較多的 把線形形形形成一些 適用與抗衡也有提供頭的 旨成形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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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 椅板的平面和橘, 層, 地 Salon 美丽精巧的南奔捐花丝绸 是智慧的遗产 并且是泰国美丽捐花丝绸 保护工作的一部分 使得南奔府捐花丝绸 被商务知事产权局 注册为泰国丝绸类 第一类地理标志产品 我们肯定参与美丽捐花丝绸 立刻了在南奔夫捐花丝绸 在南奔夫捐花丝绸 是什么需要的 因为在台湾上 在台湾上的东奔 仍然没有 所以在南奔夫捐花丝绸 是要求美丽捐花丝绸 我们做得与其词 我们说有三个工具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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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第三, 黑色 或是說 但 general整体的股垂直到的3次 加上G I的股垂直到G I 又或者稍微有10% Rockefeller 以二層股垂直到G I 如今南奔捐花丝绸 堪称是大师手工艺 这位南奔人民创造了自豪感 起独特的形象 让很多人转而穿戴丝绸 并为泰国丝绸行业树立名声 得到泰国人和外国人的认可 南奔捐花丝绸 丝绸手工业的美丽钻石 泰国智慧的遗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